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我們專訪時說 區議會過去一年炒炒鬧鬧 偏離《基本法》之中地區組織的功能 它要令到區議會回復正常 正是研究哪些公職人員要受到港區國安法日制 要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 潘耀星報導 民主派主導的區議會上任一年來 不時出現這些場面 民政專員警務人員以越權為由拉隊走的情況 民主派統計過至今有大約90次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本台專訪時 主動提到這個問題 令到我的同事有時都不知如何和區議會合作 來談地區的事務 甚至有時有些不愉快的場面 他們不斷侮辱我的同事 特別是警務人員 警務人員的理財 已經偏離《基本法》對於這些地區組織的功能 以及市民對於這些地區組織的期望 就是他們要反映給政府聽地區有甚麼事務 我現在更加現實要處理如何令到這些區議會 回復回一個正常的功能 怎樣處理 林鄭月娥沒有正面回應 但就提到港區國安法第六條 就任公職要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 研究甚麼人要受弱制 她說如果基本政治問題都處理不好 港普選就很難穩妥 會出事 施政報告提出資助青年度大灣區就業 林鄭月娥說部分青年抗拒內地是因為誤會 他接受HKIBC訪問時被問到被美國制裁之後生活有沒有不變 他接受HKIBC訪問時被問到被美國制裁之後生活有沒有不變 她說因為維護國家安全而受制裁是她的榮幸 有線電視記者潘耀聲報導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竹本版專訪 將會在今晚7點半在新聞台播出 去到晚上10點在財經資訊台重播 18區民主派聯絡會議能任召集人鍾錦輪 不認為現時區議會偏離晉能 同時有時候情緒激動是因為政府回覆膚顯 亦都拒絕與民主派合作 很多時政府部門都是斜答 所以就很自然就會令到議員不滿 所謂地區的問題 其實跟一些政府的政策上面的東西都是橫橫相扣的 一去到可能在全港的政策的時候 都可能會被民政專員說這些是越權的 所以怎樣為之偏離呢 他根本都沒有說得很清楚 如果要令到區議會可以跟政府協作得到的話 是很多往往有跟建制派做開的協作的機制 不可以說因為民主派區議會主導弄走它